好 各位看 洁凶这里要再解释 太阳病 麦福而冻树 福则为风 树则为热 代表病在表 动则为痛 那麦冻得很快 头痛发热而为汗出 各位看头痛发热 为汗出 是不是贵之汤症 那如果有恶寒 还有呢 向强的话是葛跟汤症 对 你只要有恶就不是麻王汤症 有违恶就不是麻王汤症 所以 太阳中风 无闻病 这个呢 应该是解表 解表我们开贵之汤 或者开葛跟汤给他 结果呢 依反下之 动树变磁 代表病往里面跑了 客气动革 革内剧痛 短气造反 心中懊恼 胃中空虚 阳气内线 心下阴边 则为结胸 结胸呢 它有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 症状 好 我们讲的心下 就是为了这一代 好 就是中晚穴 中晚穴 这个地方是 胸阳 阳气下降的地方 阳气下降的地方 这胸阳 下降的地方 那如果结胸的时候 代表中间呢 被潭水 潭水 还有热 三个东西 咔到在这个地方 再造成结胸了 所以我们开厨房的时候 去潭去水 去热 我有干水 有没有 干水 去潭去热 三种药 合并在一起 才可以把这个 藏结的东西去掉 后来我们 中间为什么用白蜜 白蜜的话 用蜂蜜的话 就是能够 这个解毒 因为蜂蜜 很多我们有的中药 我们用蜂蜜来解毒 像干碎啊 我们蜂蜜都可以解毒的 还有呢 蜂蜜可以滋润 精液 所以这主要看到这样子 造成味中空气 因为你表 攻下 一攻下了以后 这个人 身体是这样子的 本来有表 表含在表 结果里面大便便秘 医生一攻下以后 那个阳气往下走 表鞋就下陷 下陷到胸阁里面来 堵在这个地方 就这一次 有的时候不会 如果你误下了 病人精液 比如说病人口渴 慢慢胃气回复了 张宗女士不要 少少女士喝一点水 自然就回复了 有的回不来 就变成杰胸 千万不给你岳母吃 吃了就完蛋了 吃了杰胸以后 那大仙胸当汤组吃 若不杰胸 但头寒出 鱼处无憾 记紧恶缓 脚辫不理 身臂发黄 因为你误下了以后 把肠胃的营养 攻掉了 肠胃的营养 攻掉了后 血的源头没了 血是来自食物 源头没了 这个时候呢 可以看到一些 身臂发黄 黄色的现象 比如我们黄胆 因为肠胃里面的经验呢 就是靠 我们流的汗 就是靠肠胃里面的经验 肠胃里面的经验 源头也还是来自食物 一日相生相习的 那我们在介绍 介绍针灸的时候 我有跟诸位讲过 有很多我们有黄的现象 比如说 这是我们人体生化的一个系统 就有这个概念 就会懂很多东西 当我们的 当我们的水和曹伯 大便 比较难听 曹伯比较好听 在大厂里面走的时候 小肠是火嘛 对不对 火一烧 这个水就往上走 但是膀胱呢 这个膀胱是贴到小肠的 贴到小肠的 所以膀胱中医是 五行来说是水 它因为贴到小肠 小肠的火 火在后面烧 水就气化 所以水就 膀胱里面的蒸气 好的精液 就会进入肝 就是肝里面的水的来源 是来自膀胱 蒸化了水 因为气化了水以后 这个气化的水呢 是最干净的 对不对 好像你水煮滚的时候 那个空气 那个水蒸气是最干净的 气化了水 就是进入肝脏 肝脏里面有水 这个好像树木得到水了 从根上得到水 能够滋润出火 然后排出来的胆汁呢 就里面有水 这都是水的来源 都是来自膀胱 那再回头呢 都是来源头来自大肠 结果你就发表 你一攻下了以后 病人呢 这个应该是发表 就你没有发表 攻下 对不对 一攻下肠子里面的 那些水啊 那个好的食物 小肠道里面好的食物 坏的食物 好的食物 坏的食物 水通通被你攻掉 这个时候水一没有 马上可以看到血的颜色 那肝有问题的时候 不单单是身黄 这个黄我们以后会分 阳黄跟阴黄 鲜黄跟暗黄 那我们如何知道 如果是鲜黄 只是胆 暗黄的话 肝脏受伤了 那如何知道 这个肝脏有问题 上次上场课 我们介绍到 晚上一点到三点钟 醒过来 没有事情 半些肝菌 气血流住的时间 醒过来 肝脏就有问题 两年以后 肝硬化肝癌的现象 还有一种现象呢 我们可以来看 好 这个 肺 是白色的 这个肺 肺 七叶白色的 心 是红 赤色的 因为心脏比较小 肺白比较多 所以很多的白 一点点的红 配在一起 是不是粉红 是不是粉红色 对不对 那手掌 是上胶的地方 所以常人的时候 看到手掌的掌面 是粉红色的 哪一天 你的肝有问题的时候 肝里面都一长东西了 肝有食症了 或者是肝硬化了 或者肝里面长肿瘤了 那肝的血呢 就大量的 我们从 十三段的血 晚上回到肝脏以后 肝脏里面 已经有东西 占据在里面了 所以肝里面的容积 是不是变小了 这个时候 你的很多的血 回到肝脏里面 一看糟糕 已经被占领了 对不对 很大量的血进入心脏 结果大量的血进入心脏 以后 你把红色加多一点 白色就变少 所以手掌就开始红 那就你肝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你的手掌越来越 从本来是红 变成鲜红 变成暗红 然后变成深红 然后变成黑 很暗的暗红 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肝病的时候 手一抓起来 一看手的颜色 一看 看眼睛 他摸摸就已经知道了 好 这也是一个诊断 肝脏的一个方法 我们休息一下 好 这档课呢 我们继续 注意看前面是大杏胸丸 现在是大杏胸汤 这个大杏胸汤 比大杏胸丸强了 很凶 非常的凶 大黄 盲销 干碎 这三味药呢 水六碗去煮 先煮大黄 煮了以后 六碗是煮成两碗 把大黄丢掉 再放盲销去 煮一两杯 最后再放 煮一两杯 滚一下就好了 然后再放干碎墨下去 这个干碎等于是生用 等于是生用 温服 趁温服一碗 得快力 只要是下力 这个干碎下去 一定会上吐下泻 那以临床上来看的时候 泻的会比较多 而且泻水的时候 很好玩 它不是从小便出来 从大便排出来 大便不断地排水出来 大便呢 病人陈述 因为你不会去跟着病人 在那边看他怎么大便 病人会告诉你 好像水龙头打开一样 砰这样下来的 很凶 发病的时候 吃的时候很凶 看他那个吐泻 病人的家属会很紧张 病人会跟家属讲 不要紧张 好舒服好爽 等一下我再去一下 回来再告诉你 你去跑去了 三个小时 大概药力会维持三个小时左右 那这种计量呢 大黄是四钱 你不要开个六两 吓死人 大黄呢 计量 我们用的时候 是四钱 四钱 分两包 一包一钱 每包是一钱 这个不是不 这是我们单位是钱 我们除非用处方道 一钱 两钱 加个点就是 二 再加点就是三 这样子 这是钱 如果是分的时候 这样分 两的时候 这样两 这是过去我们这样子 现在怎么写我就不知道 我们是被训练成这样子 那是当年嘛 我们小的时候 台北车站还是很日据时代的时候 被这样教的 那干水这里是生用 生用干水 干水 干水这种 你需要的时候 当病人需要的时候 你用 使用 使用 这时候干水呢 变成滋补的药 那 你不敢用 时机过去了 太慢 太慢 那 就会看这个大馅胸汤 他的方计呢 比大馅胸丸 大馅胸丸 对不对 大馅胸丸里面还有 杏仁啊 比他少 但是 这个 这个 剂量少的时候 越 我们的 金方在使用的时候 当初方越少的时候 越菌的药的时候 是力量越强 所以用的很少 两三味药而已 两三味药而已 所以像 急性的肺扩张 肺 长根主 都是 看到我们都是 大馅胸汤症 大馅胸汤症 最重要的观念呢 老师什么时候 使用它 都会记得了 我们有 结胸症有二 结胸有二 一个呢 大馅胸汤症 这个是 热食结胸 热食 第二个是 寒食结胸 寒食结胸 大馅胸汤症呢 是用在 热食结胸 你看 冰人是热 舌台是南 黄的 那个很黄很厚 人就是 气色很旺 很亮 光鲜亮丽 然后声音很大 都是热症 寒热 区别的时候 我们可以 望闻问怯 都可以做到 旺的时候 一看他这个人 精神非常好 气色非常光鲜 知道他是热 舌头伸出来 黄冷 就是热 讲话声音很大 也是热 焦躁不安 跑道跑去 也是热 你摸他们脉的时候 脉是浮井树的 也是热 为什么张仲敌 是强的寸和官 因为寸和官 脉的是指 官是指肚子中间 那边 寸在官之上 所以结胸结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只要确定 他是热食 结胸 这个时里面可能是肿瘤 因为弹 鸡弹会淤血 鸡弹生流 或者鸡淤血生流 都会有这种可能的 那很好分辨 后面有食早汤 食早汤也是一种 结胸的症状 但是食早汤 完全是水积在里面 病人一咳嗽 咳得很厉害 然后蛋做不得我 所以底下积水 就能坐在那边 没办法躺下去 凶这边 在正中间那边 很难过 心下品 然后蛋做不得我 肺里面积水很多 咳 一直咳 咳 因为咳都 一塌就咳 一定要坐在那边 那是食早汤症 跟这个不一样 跟这个是热食的结胸 那肺里面化龙阳的时候 化龙阳的时候 都可以使用 那你如果遇到病人是 肺癌 但是他被西医诊断是肺癌 但是你看他的时候 是热食结胸 你照样用大腺胸汤 大腺胸汤 都可以用 那如果是结在肠中 我们的大腺胸汤 后面还没介绍到 会介绍那个 阳明篇的时候 就会介绍到 后面那个103页 最后一段的服用方法的说明 大家自己看 像110104页 过去临床的精方家呢 他的大腺胸汤 他用的时候 除了小孩 胸下 那个心胸 里面编满 里面弹梗道里面 肺龙阳啊 还有脑膜炎啊 重症的时候 都可以使用 只要病人很好 小孩子弹 不断的弹 一直在那边 很多小孩子弹不断的 一直出来 呼吸很短 然后热 发热 弹炎拥腮 然后眼睛都呆呆的 呆很呆滞 这种都是 摸到来得很素 身上都烫的 你知道是热 食节胸汤 你只要有需要 通通可以使用 大腺胸汤 只是计量的多寡而已 按照比例嘛 计量的多寡 像这个乌钥匙 方很口诀 这是日本的 精方家在用的 来 第150 149 我是不是跳掉一个 这边 桑涵 六七日 节胸热食 麦成而己 心下中暗之石鞭者 石鞭的硬 非常的硬 在这心下位的地方 心下地主位 非常的硬 硬邦邦的一个 大腺胸汤 组织 会有节胸 伤寒应该是 伤寒被雾下 才会节胸 我们有伤寒 中风跟温病 对不对 这里指的是 伤寒应该是 麻黄汤症 结果呢 你被雾下 才产生节胸 这是热食来源 一般的 大腺胸汤是来自 该用麻黄汤的时候 不用 把它用成大臣忌汤 或者怎么样 攻下了嘛 才产生热食 所以这里要看得很清楚 是伤寒 张老师 各位看这个 也是伤寒 十几天了 应该是过传经了 热结在里 赴往来寒热者 这个呢 看起来有往来寒热 里面又有热 我们给他大财物汤 如果是往来寒的 胸邪苦满 胸邪苦满 这个 我们常常讲的 胸邪苦满呢 包含了什么 比如说 这个是一个肚子 这个胸 就讲了 两个肋的下方这边 胸邪苦满 胀满 如果说 这个病人呢 都没有胀满 就是这一点 右上腹这里痛 或者是右边的肝曲痛 一点至一点痛 还是属于胸邪苦满 所以我们知道胸结石 都是以 或者是肝有问题 都是以财乎为主 都是以财乎为主 那至于财乎里面 加什么药 我们就是看它是什么位置 才来决定 如何加减 那这个呢 我们给了大财物汤 这个大财物 应该是给大财物汤 但是如果是结胸 没有大热者 持续水结在胸前 但头为汗 也可以用大仙胸汤 也就是说 如果是你水是停在胸隔 这边的时候 大财物汤一定会有便秘的现象 胸邪苦满会有便秘 而且比较燥热 因为大财物汤症呢 是症状比较介于 邵阳跟阳明中间 所以它会有減油 这个渴 而且減油便秘的现象 那如果说 这个没有大热了 不要代表表邪 完全下陷 在里面的水结在胸隔 一般水如果结在胸腔这边的时候 都会胀满 痛 心下会痛 压了这个都会痛 有的时候不按都会痛 聚按的时候 那起按 比较小腺胸 比较轻微 按下去比较舒服 有的是就像这种 会水结在这边 会用到大腺胸汤的时候 都是聚按 就是你病人这里很痛 你压 不要压我 按那会更痛 聚按为时 聚按为时症 就好像一个太太怀孕了 怀孕的时候 那个里面是时吗 小孩子在里面 你再给她按了按去 对不对 小朋友会抗议的 流产 对不对 不如聚按嘛 聚按就是时 时就是有东西在里面 好 那我们虚实的时候 我们去按它 就可以知道 那虚症呢 里面没有东西 虚症的时候 我们喜按 就好像我们腹满 有个人腹满了 好 现在你经纪以前学到了 肚子腹满了 你压它 好舒服 医生多压一下 谁有时间跟你多压 我们对身很多 对不对 跟腹腹压 我们处置 找到我们需要的症状就好了 结果他说 医生多按一点 我就知道 这是喜按 对不对 那腹腹满喜按 是不是 厚普身腔 办下人生肝脏肠症 对不对 那如果 牙儿医生 你不要按好痛 大便堵到嘛 里面有东西 堵在里面 所以我们复诊的时候 聚按跟喜按 很明显 非常的明显 好 第115条 你看太阳壁 从发汗 就是在 一直在发汗 你给它发汗 汗阶太多 发汗完汗以后 又给它攻下 我好像跟你有仇 对不对 给它发汗 发汗完汗不够 还给它攻下 结果呢 这个造成毕神呢 五六天不大便 都给你清肝啊 发汗的汗也虚掉了 干掉了 干掉了 还把他攻下来 这月也没有了 整个干掉了 舌上 如果舌上造而渴 毕神只要造可出现 黄昏的时候 三点到五点以后呢 有潮热的现象 从心下 至少父编而痛之不可禁止 这也是大仙凶草 所以大仙凶草呢 不单单是横跨心下 直的从心一直到腹部来 这个腹枕我们可以知道 腹枕 在腹枕的时候 这个很明确的 你一摸这个筋 非常的绷 非常的紧 一条 从位 心的地方 心下的地方 位的一条 一直到 到少父这边 编满 整个硬邦邦的 你一摸 制造 大仙凶草症 也会出现这种情形 而这种情形呢 会出现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 本来是太阳症 结果 医生 一直给他发汗 发完汗给他清大便 清大便吃完以后 变成这样子 这也是造成 所以 大仙凶草症 我们可以制造出来 所以我们说 老师 我们看看大仙凶草症 有没有效 可以啊 我们表演给你看 对不对 来 把那麻黄开个 三千就够了 一两下去 然后 你记得 开麻黄汤一两都不会有事 当你要发汗 麻黄汤一两的时候 你杏仁也开一两 当你开麻黄汤的时候 你只要开麻黄的时候 麻黄跟杏仁是等量 麻黄永远不会出事 所以京方里面 麻黄一直跟着杏仁走 一直跟着杏仁走 杏仁就跟着麻黄走 那有的人说 吃杏仁都有毒 有的人 我们拍的中文 杏仁不能吃 他都有毒啊 那我们吃杏仁饼干 怎么办 对不对 不太过了 吓死了 实际西药 真正懂西药的人都知道 西药每个都是毒药 那西药的毒药你都吃了 我们做到这个 就算有点毒的时候 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这大杏仁肠 我们可以制造出来的 所以注意记得 心下脾硬 还心下直的 一直到少妇 都是大杏雄肠症 都可以用 大杏雄肠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